在三級防疫的期間 餐飲店是禁止內用的 店家也紛紛的推出了 疫情期間限定款 外帶才吃得到的菜色 让您的三餐吃得更多元丰富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品尝花莲在地好店的同时 大家一起来救经济 位在中央路三段和建国路一段 交叉口的055龙哥斯特海鲜餐厅 在返乡创业二代青年珍喜文的坚持下 运用厨师的力量、用食 来教育消费者对于海鲜食材的知识 面对疫情冲击 谈言收入掉了六成以上 索性也思考如何将高成本 内用海鲜食材做转型 那我们的餐厅价位大概落在 平均客单原本是在600多 但现在变成说餐盒 就是大概只能到 就是卖200块左右或者是100多块 所以光营业额的话 直接这样看就至少六成以上 那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赶快转 因为没办法内用 所以赶快转成外带这样 对那外带的话 它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 就只能设定在一个小小餐盒内 然后要把我们现有的材料去做变化 然后还要符合有应该的利润 然后再去算这样 所以其实需要更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其实利润也不高 我们顶多只能打平工钱就不错了 但是至少可以撑比较久 所以就是这一段日子 就是只能继续撑下去 搭配自家栽种的有机蔬菜 连煎蛋都有独特的方式 因应疫情诞生具有 青石风格的黑潮餐盒 适合小资族或想吃高档海鲜的香氢品尝 其实海鲜来讲的话 它的蛋白质就是比一般肉类都还要细致许多 所以它本来就比较好吸收 那海鲜的话它也不太需要有太多过重的调味 因为它主要就是吃它的鲜味 那就是这一点就跟一般的 所谓餐盒或便当来讲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然后我们调味也是比较清淡一点 但是就是比较轻实的方式 但是又有营养这样 因为海鲜成本本本来就比较高 所以因为价格关系 我们也开始推出有肉类的品项 可以让大家做选择这样 那特色的话就是我们都是手工菜 我们没有用一些所谓的冷冻退冰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的东西 那也尽量以在地食材为主 我们还是用我们花莲的有机蔬菜 然后我们家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跟一些竹笋啊 鱼的话也是用高品质的鱼啦 那海鲜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原本就有的海鲜 那肉类的话我们就是也是采我们这边的猪啊跟鸡 然后做自己手工的料理这样 跟一般的便当店也会有些差别 没有过度的调味 保持海鲜的新鲜口感 以人道的方式将活地活鱼技术 让鱼体在不挣扎的情况下 获得更好的保存 要让民众宅在家也能吃到龙虾 九孔鲑鱼等新鲜海鲜料理餐盒 有兴趣的民众可授许脸书粉丝页龙哥斯特 接着蒋帮燕吉安箱报导